大批民眾在藥局排隊買口罩 正當輪到這隊身穿紫色上衣的阿嬤 和兩名孫子時 後方身穿藍色上衣的男子 拉下口罩 氣呼呼的跟藥局老闆抱怨阿嬤插隊 阿嬤理直氣壯解釋著 但男子還是不能接受 雙方起了口角衝突 最後鬧到警方前來處理 說前面有人插隊這樣子說 怎麼離開位置30分鐘一直這麼回來 然後一直換位置這樣子 藥局發放號碼牌 一人領一個就是想要避免糾紛 報警的民眾認為 阿嬤已經離開了半小時 回來還插隊 對後面排隊的民眾根本不公平 按照訊息來幹嘛要插隊 就像我剛剛去那邊抽煙 我就交代那個姊惠人說 我在那裡獎一分 要不然人家說我進來就是插隊 9號上午9點多 阿嬤帶著兩名孫子 來到板橋大同街上的這間藥局 排隊買口罩 排到一半 阿嬤突然離開半小時 回來直接插隊繼續排 後方30多歲的李姓民眾認為 都拖隊半個鐘頭了 還能插回隊伍裡嗎 阿嬤立直氣壯的回應 去上廁所不行嗎 李男不滿立刻報警 事後老闆還是有將口罩賣給這對祖孫 將助記在公告提醒民眾不要站位 避免類似糾紛再度發生 記者郭鑫陽黃玉涵新北報導